大家好,今天是10月4号 算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日子 为什么呢? 应该澳联储他今天加息加了0.25个百分点 算是比较少的 之前几次都是加0.5个百分点了 加息加的比较猛 现在看上去是慢慢的缓和下来了 之前澳联储的主席也说过 这个加息可能是加的太猛了 在未来会慢慢的考虑降下来 在这方面澳联储做的还是挺稳定的 就是说他也没有完全跟着美国的节奏 应该是早于美联储就开始加了 然后慢慢的加上去以后 并且早于美联储预料到这个加息太猛 对这个经济可能影响很大 特别是澳洲房产贷款比较高 每个月大家普通人还贷款的压力是很大的 而且这个通胀说起来是因为俄罗斯打仗 全球供应链出问题 你并不是消费端出问题 你这样没办法只能控制消费端 把大家的消费习惯收紧通过加息 有点亏待消费者 因为消费者其实他什么都没做错 他在一个正常的房贷利率前几年可能固定 只有20%左右的房贷利率 现在突然加到4% 4.5% 那谁吃得笑啊 而且他不光是房价 这个房贷利率涨 其实对通胀是没有太大帮助的 只不过是总体上让人们都没办法消费 从而控制物价 有一些过分了 美国那边还是加得比较猛 再加上昨天晚上 英国那个新的女首相 总算是醒过来了 可能是被骂得不行了 之前上台七天之内 突然出一个减税政策 而且是只针对富人的减税 那个政策真的是恐怖 就是你年收入超过15万英镑 你的税率就不用 从45% 47%降到40% 这个实在太恐怖了 澳洲其实也有一个减税计划 就是他好像在23 24年 要取消那个最高等级的这个税率 所有年收入12万以上的 12万以上的应该都是30%的税率 就会把40%那一档给取消掉 其实也是给富人减税 但至少他还是这个门槛拉得比较大 就不光是超过15万 15万在欧币来说 应该就是18万那一档 他其实下面12万那一档的人 也会减一点 这个就会稍微好一点 而且这个情况不一样 就是英国你在这种通胀的情况下 普通人这个电费啊 生活费都交不起 突然出一个减税计划 给富人减税 就会搞得大家很不满 全部英国人民啊 对这个没有一个说好的 就正常的人 包括英国国债再往下跌嘛 因为你这样减税 大家对英国就相当于变强发钱 变强发钱的时候 你在通货膨胀的时候 美国在加利率加息 那钱就更多的要流到美国去了嘛 英国国债收益率狂往下跌 就会导致英国的养老金崩掉了 养老金这个东西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一个风险 就是说它是绑定国债的 因为养老金它要求一个稳定的这个利息收入嘛 支付给那个养老的那一批人 它绑定国债 本来认为国债是一个非常低风险 稳定收益的东西 但是在通胀的情况下 国债变得非常的风险高了 变得很大了 这也会导致英国养老金都在请求英国央行 进行救市 那确实央行也是出手了 没办法出面去收买英国国债 这个其实就是你突然在加息的时候 玩QE就有点受不了 美国他们是在加息的时候 还在慢慢的在QT 就是说美国美联储 它还是看得比较清楚 就是它加息的时候 它QT没有非常加速去做 它只不过是把到期的这个MBS 房债抵押战券不续做了 它没有去狂抛售这些MBS 如果它抛售MBS 那是真正的要QT了 等于就是以前QE的时候买资产 现在QT的时候抛资产 你想它如果在这个时候抛资产 那美国的房产市场就会更恐怖 那个美国的房贷利率就可怕了 就是现在央行加息 其实都会考虑到对经济的冲击的 特别就是普通人还房贷这件事情 就是你别的地方 你让人们收紧消费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就买点生活必需品 我少买点奢侈品 不买车子啊 或者不买什么那种不必要的消费 但是房贷是每个人都逃不掉的 你加息后房贷涨 就每个人就会承担这种压力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今天那个股票市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点反弹嘛 就看美联储怎么说嘛 美联储要等9月份的数据 10月份又是一个没有议息会议的年 要等到11月份才能看 不过他们估计还是会加75个点 就是他们的调子已经定下来了 就不可能因为一些 稍微好一点的数据 立马改变方向 英国那边是因为 他们本来也是要加息的 但是因为出了一个减税计划 不切实际的减税计划 就瞎搞了 没办法就立马得转向 出来用QE来救世 这样会对冲加息的效果 这也很难说 就是欧洲没办法 欧洲这几年就感觉 他们的核心思想很不稳定 就太松散了 就包括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面 你要支持就快点支持 你被搞到现在俄罗斯进行动员 包括把那个四个地区给拿走 这个就很尴尬了 搞得你自己没能源烧 没这个东西 物价涨上去 也是挺攒的 你要么就大量的实质性的支持乌克兰 武器送过去 让他们快点把这场战打赢 否则你戳在那边没什么意思 美国人是拖在机 美国人无所谓的 反正又不在他们土地上面打 他们最喜欢这种 就是像二战一战这种 不在自己本土打的 他们可以从中发点战争才的东西 现在是卖卖资源 这个世界真是 就像美国Elon Musk 他今天又莫名其妙发了一个推说什么 这个乌克兰那四个地区最终 是不是归俄罗斯就是小公投 或者是克里米亚应该直接割给俄罗斯保持供水 在推特上面说的 然后乌克兰的这个大使 驻德国大使直接就骂他 F off什么东西 马斯克这个人真的是 我有点觉得不看好 虽然他的那个特斯拉 现在是引领了一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趋势 但是他有好几次做出来这种 哗众驱从很滑稽的事情 就让人很失望 比如之前在比特币啊 Google币上面搞一波 现在比特币Google币都已经崩了不成样子 人家还是要提出他 还有收购Twitter也是在那边 瞎磨扯不知道他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又因为各种各样的没想清楚 就是这个人有点信口开河 他自己钱那么多要做点什么事情 就是威力是很大的 就是他这个人稍微转转身子 就整个美国金融界各种房地界都要都要动一动 乌克兰这种问题上面他又出来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就是他对自己定位不太清楚 他可能一直在Twitter上面说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啊 但是你得考虑你不是一个普通人 你要知道自己的这个位置和这个影响 你不能随便说话 相比以前美国之前一代的那个商业类 就乔布斯 苹果的乔布斯嘛 乔布斯就很少说这种不知轻松的话 就是那种莫名其妙的话 而且经常乔布斯说出来的话都是引领时代的 包括这个时代这个个人手机对个人的生活的影响 人们应该怎么生活 人们的生活的形态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都是非常严谨的预料 甚至是看到了未来人们生活的方式的习惯改变 还很少谈这种政治上的问题 或者那种很莫名其妙的投资一些很投机的比特币 我相信乔布斯他不会做这样 而且乔布斯他苹果是第一个把生产线移到中国去 他其实偷偷摸摸是干那件事情 那件事情之后就是成了所有美国企业家 包括全世界企业家 竞相效仿的甚至全球化的一个趋势 就是大家都把生产线都把这种下游的这种产业链往海外 往中国往亚洲送 这是培养一种趋势 你想伊隆马斯克这个人在培养什么趋势 培养大家去买比特币这个趋势吗 培养乌克兰要把这个战争 surrender吗 要投降吗 完全不符合美国的价值和这个甚至全世界欧美的价值链嘛 所以我觉得特斯拉还是有点风险的 虽然未来这个电车行业 它可能是一个方向 为什么因为你举目环顾四周 这个世界上下一个风口下一个方向 好像也只有电动车了 虽然我个人不太不太喜欢电动车 包括Toyota 它也不是完全站在很多传统汽车制造业 也没有完全的站在电动车的方向上 因为电动车它毕竟还是有自己的这个科技局限的 它和传统的燃油车比呢 还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 但是没办法 但是资金你要找下一个风口 下一个可能风口 就是得往那边投 你只能在投的这个过程中 慢慢的希望这个技术会慢慢的发展起来 技术会慢慢的平稳起来 就像苹果以前做智能手机 它可能是领先的技术慢慢的 但是这个东西会慢慢的被平民化 被安卓阵营平民化 但是汽车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一旦平民化 就是被重新 这个技术普及到福特 Toyota 韩国那几个真正的传统汽车制造业 厂商的手里会变得比较合理 就是比较清明 它一定价格会降下来 现在的特斯拉 其实它是价格超级高的 它利润率很高的 它和苹果是一样的路线 总是有那么一部分人 他们钱很多 他们能够超前消费 那一部分人 在中国美国各个全世界各个角落 那部分人他们掀起来 就已经能够做成很大的资金链 推动这个产业发展了 慢慢的这个东西慢慢普及下来 包括现在那个充电桩 你想在澳洲 其实充电桩不是很普及的 你家里如果住个apartment 你每边还要接个电线下去 也不是很方便的 就是它远远没有到 开始普及的阶段 但是这个方向可能还是对的 反正这个世界 未来一年不知道有什么好消息 可能最近也只能是一个反弹 它的大方向 除非俄罗斯和乌克兰那边 能够尽快地有一个结果 这样战争停息下来 乌克兰如果要重建 包括俄罗斯也要重新 怎么样融入这个世界 慢慢的swift连接起来 那个时候可能经济会有一顿 新的动力 大家会在重建的基础上面 各种原料能源 劳动力市场供应链都会恢复起来 会比较好 好那就这样拜拜 来吧 来吧 好 谢谢大家 来吧 来吧 感谢观看